请我们的Eric Chan 他为我们讲的是 今天的财经讲座非常重要的 讲到是如何创业 并且如何在股市中获胜 2018年底 美兰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 举办的职场精英论坛 邀请了财经法律及企业成功人士 出讲职场就业与面试 法律签证 创业合伙人 股票投资及税务理财等资讯 一整天的活动 在休斯顿乔教中心不同场地 同时进行 这项活动除了象征性的收费 开放给民众报名 对于台湾留学生则为免费入场 同时在中午休息时段 还提供了留学生免费午餐 我们这一次的讲座 当然是希望能够 对休斯顿大众做一些服务 那一方面是想要针对年轻人 怎么样去在他们的职场上面升迁 怎么样去interview 怎么样去申请H1 Permanent Resident 怎么样 当天有不少台湾留学生前来听讲 对演讲内容表示很实用 但对于即将毕业求职的留学生 未来如何能顺利在北美找到一份工作 则是他们更迫切需要担心的立即课题 因为Tou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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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广 所以说我们会比较需要说 有没有那种机会让有专门为我们设计的 就是说要怎么去找工作 要怎么样去建立这个机会 尤其我们现在在海外 我们也不是很多人也有那种签证的问题 然后如果相关于这种问题 有那种Session可以帮忙捞一个人 我就覺得這挺有用 可是比較是有用在於你已經找到工作 然後你想要有職場轉換 還有你怎麼跟上司的相處 還有跟你同事的相處 再教導這些就是很有用 可是對於我們這些 就是在找第一份工作 然後以及有工作簽證 就是現在公司願不願意給sponsor的這方面 可能就不是有那麼大的用處 美南大專校聯會一向積極協助華裔青年 在僑居地能順利完成學業 設立了許多獎學金 在每年六七月間頒發 中藝秀會長表示 2019年將增設兩個名額 給來自台灣的留學生 希望該會也能照顧到台灣的優秀青年學子 從台灣來的留學生 我們在明年獎學金之夜 也增加了對台灣留學生的獎學金 會有提供兩額的名額 給台灣在台灣高中升畢業 來這邊留學的學生 他們都可以來申請獎學金